有非常明显的反叛意识的 因为我觉得在中国还有所谓的华裔地区 新加坡 马来西亚 还有台湾 香港 这些甚至包括日本和韩国 他们都有儒家文化的影响 所以这种儒家文化 我觉得恰恰和摇滚乐的精神是敌对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不起 我这样讲好像满一般的 我觉得你不太像摇滚人 你觉得摇滚人应该有一个样子 我觉得你说的样子可能是玩重金属音乐的 heavy metal 对对 有点 玩音乐的什么都有 各种样的 我觉得你最像就是这个裤子 故意弄破的吗 没有自己破的 它真的有多方的能力 请坐 你是从小就 或者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摇滚音乐 从84年的时候开始接触一些音乐 但是都是一些比较软的 像那个美国的乡村歌曲 还有一些 但是从85年以后开始听了一些比较硬的摇滚音乐 那时候就一边听一边就写 开始自己做音乐 那个时期算不算也是你自己个性上一个转变 可以说吧 因为更重要的是我的机会很转变 因为当我当时我86年的时候写一首歌 叫一无所有 以前那首歌就把我的生活就完全改变了 现在相对来说就比较现实一些 愿意看一些具体的事 因为我觉得那首歌是一个大的感觉 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东西 现在我写歌比较愿意针对一个具体的事 现在你觉得自己有没有什么东西 我觉得 我觉得 音乐乐 最做的乐 我觉得摇滚乐可能 更愿意多地表现力量 我觉得可能 这种力量可能是摇滚乐 所有摇滚乐手想抓到的东西 我觉得摇滚乐在中国人的地方 包括海峡三岸都没有受到很多的鼓励 那你作为一个摇滚乐人 在你创作的过程中 有没有觉得真的是受到很多的压抑 旁边没有什么人在支持 对 因为摇滚乐需要的反叛 这种反叛和我觉得和你刚才说的一些区域 就是华语地区 我觉得都 它从文化上就是一种 就是一种好像是一种 西方的东西 不是 就是它是有非常明显的反叛意识的 因为我觉得 在中国还有所谓的华语地区 新加坡 马来西亚 还有台湾 香港 这些甚至包括日本和韩国 他们都有儒家文化的影响 所以这种儒家文化 我觉得恰恰和摇滚乐的精神是敌对的 所以说就是人们的友善观不一样 有的人就认为人的互相尊重 表面上过得去 就是一种 大家就认为过得舒服 摇滚乐的恰恰是 就要提出一些问题 说出一些问题 认为是尊重 所以朋友之间也是 说出自己最 接唱吧 对 接唱 或者就是不要去演示 我们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创作的过程里头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我觉得做音乐最大的痛苦就是 你迷茫 你找不到你自己要写什么 而且 因为创作是需要一种 需要一种 真正能写出东西的时候 你必须得进入这种自由状态 你不可能去模仿一些东西 但是你既然没有 自由创作的时候 你就推翻一些 你过去曾经想学的东西 因为听音乐或者模仿东西 比较简单的 因为你有一个固定的偶像 一个固定的对象去模仿 但你自己创作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要模仿的人都不在了 你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在那 而且你要表现什么东西 而且加上你已经有了 一定的社会影响 你愿意负起什么样的社会责任 为什么那么爱摇滚乐 我觉得从形式上讲 我觉得摇滚乐是 实际上对我来说 这两个字更不重要 我觉得做音乐是一个特别行 你觉得从你成云到现在 你有什么改变 从生活上觉得自己 经济上的时候 首先最大的变化 就是已经不再像过去一样 从一天到晚 到想一个基本的生活的经济问题 现在已经基本不用想 非说是不愁吃穿了 这是以这个关系已经过了 但是我们现在刚才想的东西 是什么 人真的生活的目的 生活的追求是什么 这个时候比那个时候要 想的时间要多了 而且在成功了以后吧 所以相比别人的眼睛更多的注意 所以你发现自己有很多的 你是很多人的代表 所以说你应该怎样去选择你自己的生活方式 当然很多像一个失足落口 你可以像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 但最后你发现 在这个选择之后 是不像过去的 有些责任的行为 有失去很多东西吗 对相对来说失去 但是肯定不会得到的东西多 但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这么比较过 因为我觉得这种回头的生活的一种回忆过程当中 所以我愿意更想明天的感觉 所以我这样不想过 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儿 然后我自己觉得现在目前来说 我觉得明天会什么样 我自己基本的期待 就是我能够永远做音乐 而且或者跟做音乐有关系 这样能够不断的去发现自己 还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所谓的社会责任 就觉得尽量多的去让人去重视音乐 去呼吁一些 让社会重视音乐教育 或者音乐的音乐的这个 深层的一个交流的东西 但是我现在觉得在中国 只有一种古典音乐 而且中国没有爵士乐 另外一点就是 人们对这个 从政治上或从传统文化上 对摇满音乐的控制 我觉得这都是我自己要面对的东西 而且我希望我们看到 或者我们做出一些改变 对这种不好的现状的一种 一些努力 我真的很高兴今天可以把崔健 这个人真真实实第一次搬到台湾的电视媒体上面去 有没有话要跟台湾的观众分享一下 我想台湾的观众可能已经是比较熟悉了 我想 而且很多人也在 我在南方也 碰到一些南方的朋友歌迷的时候 他们认识我的脸 但是他们不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 还是从台湾来的 甚至很多人就说 肯定说我是台湾来的 所以我想 我想这个东西已经变成了一种 误会了 我相信只要有希望 所有的事情都有可能变成真实的 崔健 加油 更好 谢谢 谢谢 很高兴 谢谢